女生鉴别绿茶行为能有多厉害 千海露教张翰精准打捏绿茶套路 绿茶其实就是她本身能做到 但是她就是要跟她的目标人物说她做不到 说比如说我看上张翰了 然后呢拿下来矿球水 啊 拧不动 啊 拧不动 这是她拧了 但是她没拧动 我把你拧下来 对 这就 来 谢谢 节目里听到张新月一直矫情地哭诉 千海露直接听不下去了 你要说不要了 那你以后就不要再为这件事情委屈 人家替你出头 你又要在这里委 你又说不要 转过头来自己 在干嘛呢 在搞什么吗 我觉得不能简单点吗 嚼劲什么 恋宗节目里连怀尾看不出女生穿衣小心色 她爱死直接看不过一切 男生根本看不出来女生自不自然 然后反倒那个周云慧 她其实打扮得很心机 就是她穿的裤型啊 还有她露出她的肚子 小蛮腰 然后她的锁骨 然后这边好像很随便 可是都还有那个沙 真的 她是有点那个小心思的 吴轩仪在线分析绿茶套路 我觉得这种不算什么段位特别高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明明知道对方有女朋友 或者是有男朋友 她非得去 还去跟她联系 对 就联系完了还就是那种 我没有呀 你想太多了 我真的不是这样想的 而周杰更是直接亲身示范 怎样进场 我就给她拨过去了 她说你是谁呀 然后我说我是姐姐 姐姐好呀 姐姐好 你别误会啊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我说你这样子打电话 男朋友不吃醋吗 而且凯哥 他都不理你的 朋友是不会这样不理你的 我说这是我的电话 你记下来 我理你 她说 嗯 好的姐姐 然后就挂了之后 她就再也没打 这机制的处理方式 真是一绝 如果还不知道怎么检查 展梦辰直接逐具拆解 绿茶浅台词来告诉你 姐姐是不是误会我们了 那要是 你让她不高兴 以后我就不跟你联系了吧 这个时候 女生的浅台词就是 你的女朋友太小心眼了 又爱妒忌 还是我善良又体贴 这是我最后一次联系你 我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 那OS就是 你看我多可怜 是不是想马上跟你的女朋友分手 和我在一起呢 这检查能力是真的强啊